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 我们将聚焦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强烈演讲 哈里斯不仅直言不讳地指责前总统陶纳德 特朗普想成为独裁者 还揭露了他与全球暴君的亲密关系 他强调 作为总统 他将捍卫美国的安全与理想 不会屈从于那些对自由嗤之以鼻的独裁者 哈里斯的演讲中 他列举了特朗普对独裁者的崇拜 以及他在内政中的独裁倾向 警告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 美国的民主制度将面临严重威胁 此外 他还提及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指出其零容忍政策对人权的漠视 哈里斯呼吁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捍卫民主与自由 并强调自己的多元背景是对美国梦的诠释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辩论中 哈里斯的言论引发了支持者的热烈赞誉 但也遭到反对者的激烈批评 认为他的言辞过于激进 整体而言 这场演讲无疑将成为 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影响选民的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卡莫拉·哈里斯·卡莫拉·哈里斯 站在聚光灯下 发表了一场激烈且充满激情的演讲 他不遗余力地指责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 称他想成为独裁者 这番言辞不仅揭露了特朗普与全球暴君的亲密关系 还突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 捍卫美国安全与理想的决心 哈里斯在演讲中指出 特朗普在其任期内多次表现出对独裁者的崇拜和模仿 他特别提到 特朗普曾公开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的强硬手段 并称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Tim John Long的领导才能 这些言论不仅震惊了国际社会 也令美国的盟友感到不安 哈里斯认为 这种对独裁者的崇拜 反映出特朗普对民主制度的蔑视和对权力的渴望 哈里斯还揭露了 特朗普在国内政策上的独裁倾向 他提到 特朗普在任内多次试图削弱司法独立 干预联邦调查 并对媒体进行攻击 他警告说 这些行为都是典型的独裁手段 旨在巩固个人权力 压制异议声音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美国的民主制度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哈里斯的演讲特别提到了 特朗普对移民政策的强硬态度 他指出 特朗普政府在边境实施的零容忍政策 导致数千名儿童与父母分离 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谴责 哈里斯表示 这种政策不仅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也显示出特朗普对人权的漠视 在演讲的最后 哈里斯呼吁美国人民站出来 捍卫民主和自由 他强调 作为总统 他将致力于恢复美国的国际声誉 重建与盟友的关系 并推动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会 他呼吁选民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做出明智的选择 拒绝独裁 选择民主 这场演讲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支持者认为 哈里斯勇敢地揭露了特朗普的真面目 为捍卫民主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而反对者则认为 哈里斯的言论过于激进 缺乏实质证据 是一种政治攻击 无论如何 这场演讲无疑将成为 本次选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影响选民的选择 哈里斯不仅揭露了特朗普的独裁倾向 也强调了捍卫民主的重要性 他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反映出美国政治中的激烈对立和分歧 在这个关键时刻 每一位选民的选择 都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贺锦丽的演讲 不仅仅是他个人经历的总结 更是对美国未来的展望 他的父亲是亚马加移民 母亲是印度移民 他的成长经历 充满了多元文化的色彩 这让他在政治舞台上 显得与众不同 贺锦丽在演讲中强调了 他的多元背景和对美国未来的愿景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 向所有美国人传递一个信息 无论你来自哪里 只要你努力 就能在美国实现梦想 贺锦丽还提到了 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所取得的成就 他特别提到 他在推动种族平等 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方面所做的努力 他说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 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呼吁所有美国人团结一致 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贺锦丽的演讲 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经历的总结 更是对美国未来的展望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的改变 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包容 更加公平的美国 一个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梦想的美国 与贺锦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川普在他的竞选活动中 更多地强调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保守政策 他认为美国需要回归传统 才能重新强大 而贺锦丽则认为 美国需要不断进步 才能迎接未来的挑战 贺锦丽的演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许多民主党人认为 他的演讲充满了希望和力量 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参与政治活动 他的演讲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 包容的美国 在接受提名后 贺锦丽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他需要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中 继续向选民传递他的愿景 并争取更多的支持 他说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但我相信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贺锦丽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成功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希望和奋斗的故事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希望和机会 他说 我希望每一个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 都能够像我一样 找到自己的梦想 并为之奋斗 贺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不仅赢得了热烈掌声 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和力量 他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 包容的美国 贺锦丽的演讲 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经历的总结 更是对美国未来的展望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的改变 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包容 更加公平的美国 一个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梦想的美国 贺锦丽在演讲中警告 如果前总统川普再度入主白宫 他将带领美国走回危险政策之路 他指出 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稍早的一项裁定 削弱了女性的堕胎权利 这只是川普及其支持者 试图倒退美国社会进步的一个例子 他强调 川普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女性的权力 还会对少数族裔 移民和LGBTQ家群体造成严重影响 贺锦丽呼吁民主党人团结一致 确保川普不会再次掌权 他还提到 拜登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许多成就 包括经济复苏 疫苗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他希望选民们能够看到这些积极的变化 并继续支持民主党 贺锦丽的演讲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 许多人表示 他们将更加努力地为民主党的胜利而奋斗 通过这场充满激情和深思熟虑的演讲 贺锦丽不仅展示了她的领导能力和远见 也明确了她对美国未来的美好愿景 她的故事和她的言辞 都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让人们重新思考美国的价值和方向 在这场关键的选举中 每一个选民的选择都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最近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Kamala Harris 发表了一场备受瞩目的演讲 她指指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有独裁倾向 试图模仿全球的独裁者治理风格 哈里斯的言论进一步点燃了美国政治的激烈讨论 特别是在2024年总统大选即将来临之际 哈里斯在演讲中提到 特朗普在其担任总统期间 频繁地表现出对独裁者的赞赏和模仿 他具体指出 特朗普曾公开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 Ladimir Putin的强硬手段 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Kim Jong-on的领导才能 这些言论不仅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震惊 也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担忧 哈里斯认为 这些举措反映了特朗普对民主制度的蔑视 和对权力的无尽渴望 此外 哈里斯还揭露了 特朗普在国内政策上的独裁倾向 他提到 特朗普在任内多次试图削弱司法独立 干预联邦调查 并频繁攻击媒体 这些行为都是独裁者的典型手段 旨在巩固个人权力 压制异见声音 哈里斯警告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美国的民主制度将面临严峻威胁 哈里斯还特别提到 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态度 他指出 特朗普实施的零容忍政策 导致边境上数千名儿童与父母分离 这种不人道的做法 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谴责 哈里斯表示 这些政策不仅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也显示出特朗普对人权的漠视 他在演讲最后呼吁美国人民站出来捍卫民主和自由 并承诺如果自己当选 将致力于恢复美国的国际声誉 重建与盟友的关系 推动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会 他呼吁选民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做出明智的选择 拒绝独裁 选择民主 哈里斯的演讲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支持者认为 哈里斯勇敢地揭露了特朗普的真面目 为捍卫民主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而反对者则认为 哈里斯的言论过于激进 缺乏实质证据 是一种政治攻击 无论如何 这场演讲 无疑将成为本次选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影响选民的选择 与此同时 贺锦丽也在另一场合 接受了民主党2024年总统大选的提名 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多元文化背景 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形象 他的父亲是亚买加移民 母亲是印度移民 这种多元背景 使得他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多样性 贺锦丽强调了他的移民家庭背景 并表示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希望和奋斗的故事 贺锦丽在演讲中还提到了 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推动的种族平等 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努力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的改变 并强调美国需要一个更加包容 更加公平的社会 他还特别警告 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美国将走上一条危险的倒退之路 他提到 特朗普支持的政策 会严重影响女性 少数族裔 移民和LGBTQ 加群体的权力 他呼吁民主党人团结一致 确保特朗普 不会再次掌权 并希望选民们能够看到 拜登政府在经济复苏 疫苗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积极变化 贺锦丽的演讲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赞誉 许多民主党人认为 她的演讲充满了希望和力量 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这也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当前的激烈政治对立和分歧 总的来说 哈里斯和贺锦丽的演讲 不仅揭露了特朗普的独裁倾向 也强调了捍卫民主的重要性 并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了展望 在这个关键时刻 每一位选民的选择 都将对美国的未来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哈里斯的演讲揭露了特朗普的独裁倾向 真是太有必要了 特朗普在任期内多次称赞普京和金正恩 这不就是明摆着的要当独裁者吗 他甚至对媒体的攻击和干预司法独立 这些都是历史上独裁者的典型手段 难道我们要走回希特勒的老路吗 这简直就是对美国民主的侮辱 楚天书 你这说法真是高谈阔论啊 特朗普称赞普京和金正恩 那不过是外交策略的一部分 你有听过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称赞吗 难道里根也是独裁者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在严格 也不过是确保边界安全 至于干预司法独立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 现实可是复杂的多 谢奇奇 你这简直就是在为独裁者洗地 对普京和金正恩的称赞是外交策略 那为什么全世界都在震惊 连我们的盟友都感到不安呢 这可不是里根时代的冷战吗 再说了 特朗普对司法的干预 可不是电视剧里的情节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 想想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他是不是也可以说是策略呢 特朗普的策略真是让人寒心 楚天书 你这言辞可真是戏剧化 全世界震惊 别逗了 政治上的夸张言论多的是 美国媒体可是出了名的喜欢炒作 至于司法独立问题 你看看最高法院 不还是照样在运作吗 水门事件是个冤案 但特朗普根本没达到那种程度 你要是觉得特朗普真要当独裁者 他早就被弹劾下台了 哈里斯的言论 不过是政治攻击 缺乏实质证据 谢奇奇 你的辩解真是无懈可及 但现实却不是这么简单 特朗普未被弹劾成功 不代表他没有独裁倾向 就像拿破仑在1804年也自封位皇帝 难道他不是独裁者吗 哈里斯揭露的不是单一事件 而是一系列的行为模式 民主制度本就脆弱 需要警惕一切威胁 楚天书 拿破仑 你这比喻可真绝了 特朗普可莫自封什么皇帝 他只是竞选连任而已 你这种过度解读 只会让人觉得是违言耸听 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脆弱的 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 就像铁达尼号一样 不会因为一点风浪就沉没 哈里斯的演讲更像是政治炒作 缺乏实质证据 这才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